dynamic 我們上次 就從六更 首號處十八屆 然後 再講到那個什麼 我們把地水佛風空見世 這個七大 我們都讀過了 這個七大讀完之後 所以我們今天就接著 接著下去 今天要讀的 就從147月開始讀 我們整個印象 不要忘記 所以我們從最原始 最開頭的那個自信 然後自信你找到之後 就是會去論述 這個佛性不是自然 也不是不自然 不是因緣 也不是不因緣 那麼也不是和和 也不是不和和 這些就是在 一再的辯證佛性 一再辯證佛性 那麼這個佛性 你辯證出來之後 接下來就是說 你這些佛性 你所面對的 所有的那個 眾生 眾生 所有的那個 通通是來自於你的那個什麼 你的那個六根 從你的六根所造 那六根所造 它所造出來的 那個那個 所了的境啊 這些東西啊 它無非都是什麼 都是 都是虛幻的 都是虛幻的 都是生生妹妹的東西 唯一一個 不生不妹的就是那個佛性 所以從那個什麼 從那個佛性啊 最原始點那一點 你論證出來之後啊 接下來就是慢慢的 慢慢的往 慢慢的往那個 往外 往外 整個 整個自信 我們找到了 找到自信之後啊 自信的特性又是什麼 自信是 是怎麼樣的一回事 你摸不著 看不到 那接下來就是 你從自信會生出萬法出來啊 那從生出萬法的那個 那個通路是什麼 就是你的六根 你的六根 然後你的六根啊 這個 從你的六根 從你的那個 四 從你的四 然後這些成啊 講到這個 原始的那個佛性 知道之後啊 那就來到這個 根 成四 在佛法上面啊 就是這三個東西啊 這三個東西啊 在擾動我們清淨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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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在這個 這個是我們每一個重生喔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就是你 你那個什麼 你那個了經之後啊 你所處的是什麼 你所處的是 是在那個五行像裡面 就地水火風 再加上空 劍 死 這些東西啊 就離不開那個 劍就是你的支劍嘛 啊 死就是 這個嘛 我們的那個意識啊 這些東西 告訴我們喔 這些東西都是 虛幻不死的東西 可是呢 偏偏都是來自 眾生的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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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性 統統來自眾生的 眾生的本性 好 所以你看喔 從這邊找到之後 慢慢的那個 慢慢的那個 慢慢展現出來 那麼接下來啊 這個展年出來之後啊 會有什麼 會有哪些 站在自性的這個角度來看啊 你會有哪些作用 會有哪些現象出來 所以慢慢的進入到 那個什麼 整個法界 慢慢進入到法界 所以從 從一個點 慢慢慢慢展現出去 到整個那個 那個法界裡面來 所以我們那個什麼 我們那個那個 廣告啊 就找到生命的什麼 找到生命的密碼喔 找到生命的真諦 就是找那一點啊 找那點啊 那點是什麼東西 那點 無形無相啊 什麼東西也不是嘛 我們下午講講的 就是說你整個是什麼 整個就是在無助 那個什麼 中午沒有上過課的 你就很沒差 這沒差 這個就是說 你找到之後 那個東西是什麼 那個東西就是一個 就是這個東西嘛 無助嘛 整個 整個佈滿 佈滿整個虛框 就跟我們人體 我們人體一樣 我們人體 你遍布在我們人體 全身的是什麼 就是每一個那個 非常那個微細的細胞啊 對不對 但是那個東西 我們也看不到 除非你用小眼鏡看 可是這個佛性 比喻啦 這佛性你 你真的用什麼 想像鏡鏡看也看不到 所以要知道 我們整個那個架構啊 慢慢慢慢到 現在在 在學習 進入到整個法界裡面來 好 那我們今天就看看 我們147 好 這個時候 阿難尊者 說完祭誦之後 富羅那尊者啊 其從大眾中起立 露出又間又欺貴地 合掌恭敬禮佛 而對佛說啊 大威德世尊 你最善於為眾生詳細解說 正果成佛的第一異地 世尊常推崇我為 說法之人中的第一名 這個是那個富羅那 但我聽了你上面的微妙講解以後 卻憂如龍子於百步之外 一聽蚊子的叫聲 連看見都不可能 哪裡還能夠聽到呢 佛雖然說得很清楚 想讓我們除去疑惑 但我現在仍然未明白第一異地的究竟道理 未達到沒有疑惑的境地 世尊向阿難等阿羅漢 雖然悟到真心作片 真心作片就是 就是我們那個 那個什麼 我們的真如本心啊 我們那個自信啊 那個作片就是整個佈滿 整個虛工法界 常駐妙明 那個常駐妙明就是 你那個說佈滿整個虛工法界啊 就會怎麼樣 你入了這個 進入到那個如來葬 進入到真如本性啊 你就會 就會怎麼樣 那個廟就會出來 能夠生萬法 但其潛伏的那個習氣啊 仍然未除盡 這個地方知道嗎 那個真心作片就是你 正到空啦 正到空 可是呢 你那個那個習氣有沒有 蕊式的習氣啊 所一的陰 跟所一的緣啊 這個仍然未除 這是阿羅漢喔 這個時候的阿羅漢的境界啊 那如果一樣正得無漏之位的大眾 雖然已正得煩惱已盡的無漏境界 但對於佛剛才所說的道理 還是有許多糾纏不清的疑點 好 這個 那個什麼 現在這個時候佛羅娜 他現在講說阿羅漢 那個是阿蘭 那個時候是阿羅漢 阿羅漢他就 他就是這邊空嘛 這邊得到性空 得到性空 可是呢他這個 那個那個什麼 那個 臨式的習氣啊 八四田裡面那個習氣啊 沒有沒有除盡 所以就沒有達到無漏 但是佛羅娜呢 佛羅娜他已經達到那個無漏的境界 可是對前面的佛羅娜說的 前面佛羅娜講 講是什麼 我們剛才講 就從自性 從了解自性 找到自性之後 知道自性的一些 他的特性 這麼非陰非緣 非自然 非和和這些東西 了解這個事情 了解自性之後 又來到就是說 六根十二處十八界 這些東西 通通也是虛幻的 就是每一個法門 都很如實的開示 非常徹底的開示 然後呢 又來到這個祈禱 對這個啊 那個什麼 就是說他已經進入到無漏啊 但是對這個 對這個還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適宜啊 就是說 沒有辦法完全通達 沒有辦法完全通達 那個意思就是說 那個前面 前面佛所說的 你怎麼樣去 怎麼樣去正道說 眼根虛幻 你怎麼樣去正道 那個什麼 那個眼根加 眼 再加六 加那個什麼 叫色塵 虛幻 再加上呢 眼根色塵 跟士 這三個東西啊 這個虛幻 然後這個再加這個是虛幻 這個加這個 再虛幻 怎麼去 去那個論證 這些論證啊 都了達了 就不會有事宜 所以 那世尊如果世間一切的 根 塵 因促戒 都是如來仗 妙真如性的本然功能 那為什麼 忽然會生出 三合大地 有為諸法 而且他們呢 赤地千流 作賦死 到這個地方知道了 就是這個前面 根塵 叫做運戒處 運戒處 那個因跟 就是跟那個韻一樣的意思 無韻 這些都是如來仗的 妙真如性的本然功能 這個 就是說 前面講說 你如何證明這些東西 通通都是虛幻不實 你了解知道 虛幻不實 來自哪裡 來自我們的真如本性 所以 它的本體是什麼 比如說 六根的本體 就是你的真如 是空啊 你的真如本性啊 你那個什麼 六成的本體是什麼 空啊 它本來就是空啊 就是那個意思 是那個 如來仗的 妙真如性的本然功能 好 接下來就是說 那個婦羅娜 現在提出的問題 就是說 為什麼會生出 三合大地 現在主要就是 他提出這個問題 又如佛所說的 地水佛風 世大的本性 是圓融無礙 周遍法界 並且呢 湛然不變 常住不滅 這個 這個就是說 地水佛風 那四大的本性 它的本來啊 是圓融無礙的 它本來是什麼 才是圓融無礙的 它的什麼 它那個根本就是 來自你的如來仗啊 所以是圓融無礙 周遍法界的 所以它本體 它的本體 通通都是空 世尊 如果地性周遍法界 那怎麼會有水 水性周遍法界 火便不能產生 更談不到光明的存在 水火兩性都遍滿空間 怎麼能夠不相互衝突 毀滅 世尊 地性距障礙相 空性呢 距什麼相 空 就距什麼 那個虚通相 那為什麼又說 兩性都 遍滿法界 這個是那個 負能量的問題 我們這樣讀 所以要隨著 隨著這個內容的那種發展 我們要跟上去 現在就是說 地性是障礙嘛 有一種止愛性啊 空呢 是一種虚通性嘛 那為什麼這兩個東西 一個是虚通 虚通性 一個是呢 止愛性 那為什麼這兩性 都是 遍滿法界 我實在是不知道 這個 義理的歸屬所在 希望啊 佛以大慈大悲 為我 及會中諸大眾 開示 使我們呢 除去心中的迷雲 傅羅娜說完這段話以後啊 便無體陀地 渴望佛 我適於無上慈悲的教委 不知道這個地方知道啦 就是說 要知道說 傅羅娜她提的是 她的問題是什麼樣 就是說這個啊 她的問題就是說 這個地啊 地有這種止愛性啊 這個空啊 空有這個 這個所謂的虚通啊 這個空就是 有通達的那個特性 既然通達跟這個地呢 地是一種 有阻礙的嘛 有止愛性嘛 比如說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站在這個地板上面啊 你 為什麼 腳踩在地板上 這個地板不會一個窟窿啊 拖到那個 那個樓下去啊 這個 這個沒有辦法這樣子 那就是一種 就是一種止愛 所以地是止愛性啊 那為什麼說 地跟空 它都是什麼樣 他說 整個片滿法界啊 它的本然是什麼 本然是空 本然就是那個如來障 都是圓榮無外的 他就提這個問題 好 這時候啊 佛對婦羅娜 以及諸會中有肉 無肉 阿羅漢說啊 我今天 跟譜謂此 會中 諸位 說最盛意中的真盛意 那個盛意啊 就是第一益 跟任誰經講的第一益 一樣 就是真正的那個 第一益 使得你們定性聲聞啊 即出國阿羅漢 以及一切啊 為正得人法兩空 但卻願意 回心向上聖的阿羅漢們 都能獲得 一段講到這種 地水啊 火啊 風啊 這東西 在我們這個 線上界裡面啊 就我們這個世間 世間像裡面啊 就是我們這地水佛風嘛 就是五行像啊 這五行像啊 所以 這 我們看待五行 我們那個什麼 我們學佛的啊 用那個 那個什麼 用正法的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態度來看待 這些五行像啊 這些通通 都是怎麼樣 互不隸屬的啊 沒有所謂的 地生水 水生火 火生土啊 沒有 不是這樣子的 但是眾生啊 我們魚吃的眾生一看到 也沒有錯啊 是相生的啊 是相生的啊 所以 你說像這些東西 它本來就是生命的東西啊 它不是真啊 它是生命的東西 在這生命的東西上面 你再去追求說 追求說 這個真啊 你說 金生水 還是說那個什麼 剛才那個楊文綺說的 有沒有 你不能講說 金生水 水生火 不 水生木 木生火火生土 你不能這樣說 你一定要把它 順序上啊 一定要從火開始來 從火開始來 你們有聽 會有聽嗎 什麼啊 比如說我們 我們 我們在那個什麼 我們就是那個五行的運轉的時候 我們隨便講 我們隨便講 這個是我們就 隨便講啊 金生 金水 木 火 土啊 那都亂來 都亂來 都亂來 都不照順序嘛 那個水 那個就是從這個火土 過來什麼 金 水 木 為什麼要這樣安排 你這個 你應該怎麼 怎麼扭轉啊 就不好了 為什麼不好了 這個都是虛彎不死的啊 你把這些捏在這裡 把這個排第一 把這個排第二 又有什麼意義 對不對 它的本來就是空啊 你怎麼排 還是一樣啊 就像這個空間裡面 我們 我們二十幾個人坐在這邊啊 那只是二十幾個點 在這個 在這個 小虛空裡面 我們二十幾個點啊 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竄啊 你要跑到哪一個 跑到那邊 哪一個跑到這邊 哪一個跑到這邊 什麼一樣 通通在這個 虛空裡面嘛 有什麼意義 所以你要從這樣 從在這邊 那麼二十幾個點 要找出 找出這個空 你還是在這邊打轉啊 對啊 好 那你如果要硬掰 硬掰成佛土進水墨 把它掰來 跟那個佛法相呼應的話 這怎麼講 這個火是什麼 智慧啊 這智慧 這就是 代表你來到這邊 如來治啊 所有的一切法 都是從你如來治過來的嘛 你有沒有意義 這個都虛妄不實 你這個也有虛妄不實嘛 這個在望上加望 哇 你這個啊 在想說這個排序上的問題 這樣才合乎 合乎道理 合乎邏輯 這樣你才可以成就 這就是望上加望 沒有意義啊 我們講說那個無際 這個無際論 不用談 重點就是說 他那個都是虛妄不實的 這個是前面一段 那這一段呢 這段就是佛在 要對這些啊 不管你是有肉的羅漢 或是無肉的羅漢 或是那個什麼 這些各種境界的 這些學人啊 各種各種境界的學人啊 我們一一來看 那個 最聖意中的真聖意啊 就是那個什麼 就是那個真如本性啊 那定性聲紋啊 定性聲紋啊 是什麼 一個是定性聲紋 下面有沒有 一個是 這個喔 不定 我們說 定性聲紋啊 就定性阿羅漢 跟不定性阿羅漢啊 這兩個東西 這一個是不定性 就是不回心 我們講說不回心 這個是回心 這個回心 一個是不回心啊 不回心喔 就是你退轉啊 那個回心喔 就是你一直往 你不會去執著 你不會去執著 你的境界 你一直往那個什麼 大聖 往大聖道前進 那個就是 那個什麼 回心阿羅漢啊 不回心 不回心那個阿羅漢啊 就是怎麼樣 阿羅漢就是那個 我們講說 那個什麼 那個一禪體裡面有沒有 一個斷盡善根的那個 那個 那個阿羅漢啊 有沒有 一禪體啊 一禪體有兩種 一個是 大悲一禪體 就是一禪 我們說禪體人啊 一禪體人啊 這一禪體啊 有兩種 兩種人 一種人就是 大悲一禪體 一種就是斷盡善根一禪體 這個大悲一禪體啊 就是 那個菩薩聖啊 所以你 進入到那個 大聖道裡面來啊 你就要發起怎麼樣 不入內盤 不入內盤 就是 怎麼講 他不入內盤 要度盡一切眾生 那個就是大悲一禪體 這個 這個呢 斷盡善根一禪體啊 就是說 那 就是有一類人啊 他是毀謹活法 毀謹 他 把自己的善根都斷 斷滅掉 那個就斷盡善根一禪體 這種人啊 你毀謹活法的人 絕對把你 打入那個什麼 阿比爹咖咖咖 打入阿比爹啊 可是 打入阿比爹 不是你就永蘭超生啊 但是 那個什麼 你基本上 每個人都有這個佛性嘛 那麼佛慈悲 他還是會 會讓 怎麼樣 佛慈悲 他還是會 度這一類的人 讓這一類人呢 能夠回心 能夠回心 回心轉意 回到那個佛法過來 那個就是 斷盡善根一禪體 所以這個人 這種人 一樣可以成就 講究真的 就是說 你不可以說 好 那要是慕白眠啊 我的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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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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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就是这个不定性 我们讲说不定种性 不定种性 不定种性一样可以成就 不定种性的人 他就是 你政法告诉我 我也接受 可是我不必百分之法听你的 那你写法告诉我 我一样去参略 可是我晓得 我晓得怎么去过滤 那个就是不定性 不定性 那个十方 我要的我就把它挑起来 这种人一样可以成就 那就是不定种性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还有其他一切没有正德人法两空 但却愿意回心向上 这个就是回心阿罗汉 这个回心阿罗汉 他就是这个还没有正德人 他就是这个还没有正德人 那个法空当然 那个什么 当然不用讲了 所以信公法公他都还没有正德人 他愿意回心向上圣前进的这些众生 这些都能够怎么样 获得中道了益的极灭道场 那个 我们讲中道了益 中道了益 我想大家基本上应该都知道 就是说不落两边 那个就是中道 不落两边 那个就是中道 那不落两边 我们说佛法就是 就是怎么样 飞一飞一啊 飞一飞一啊 那个就是不落入两边 那那个什么 接下来就是那个什么 极灭道场啊 那个道场 你不要想说 不要把它想成 那个道场就是一个空间哦 不要这样想哦 那个道场啊 那道场啊 就是你整个哦 整套的佛法 那个就是一个道场 那我们讲说 道场就是你的心啊 我们讲说道场就是 就是就是我的心啊 这个讲起 讲起这个话是很轻松的 但是这个心哦 是什么心 这个心哦 就是你的真如本心 就整套的佛法 你要从真如 那个如来仗哦 一直 从如来仗开始啊 一直展延到 那个什么万法 哦 那个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那个道场 哦 那个就是那个什么 中道了异的 极灭道场 哦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达到哦 真正极境的真修行刺 哦 哦 真正极境哦 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 你真正的清静哦 就是要达到 那个远离啊 那个什么 远离能跟所 你就是如来 哦 我将仔细地为你们讲解 那个极灭的道场 好 接下来我们再读下一章哦 好